欢迎来到新星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央视镜头堪称赵妖镜 杨子毛小同美出圈 赵丽颖暴露真实颜值 众所周知 能当明星的大都拥有辨识度极高且出色外表 虽说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但娱乐圈颜值与才华并存的人也不在少数 本就天生励志的美人 有了精致妆容的修饰 更容易让人心生惊艳 尽管如此 但在央视对脸拍的高清镜头下 一部分明星的状态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能把高清镜头当成镜子用的 也只有天仙姐姐刘亦菲一个 那么在堪称赵妖镜的高清镜头下 其他明星的颜值状态如何呢 赵丽颖属于85花钟 颜值和演技都很能打低女神 早期是元气甜妹风格 从产后复出之后就朝着气质女神的方向发展 杂志映照中的她气场强大 眼神秘密 颇有大女主风范 但在央视镜头下却化身气质婉约的旗袍美人 暗色灯光没有折损她半分美貌 高清镜头下脸上的法令纹和毛孔都细不可见 这真实颜值谁看了能不尖叫 宋逸自从凭借伪装者中的余曼丽一角 出圈后人气一直不低 后续发展中她也把身上清纯灵气小白花的标签 发挥到了极致 肤白如雪的宋逸在央视镜头下依旧白到发光 穿着公主风红裙惊艳动人 让人一见倾心 周杰琼虽然是爱豆出身 但这几年在影视剧方面的表现也不错 不仅和赵丽颖合作了尤斐 还主演了影帝的公主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演技也算有灵气 她在央视镜头下也是清纯小白花一枚 只是眼神里还差点尖 像是沉浸在内心世界的空洞人偶 关小彤作为科班出身的九五后小花人气一直不低 她出演的作品虽说口碑容易成两级分化走向 但自身热度不低 遇到合适的角色很容易出彩 不知道是灯光还是妆容问题 高清镜头下的她美则美矣 却少了几分自身变十度 颇有居室美学的色彩 但在梅花红桃里的民国路透图就很是惊艳 穿着副古风的洁白婚纱 让人一眼就心动 总是被吐槽颜值不够演技来凑的杨子 在央视镜头下的状态意外能打 轮廓分明的脸部线条和修长的柏梗一览无余 从近期长相思的造型路透图中就能看到她严格的身材管理 个人觉得杨子总被吐槽颜值的一部分原因是 但言戏风格 但这样的脸浓装但某总相宜 和任何类型的角色都能完美适配 杨子在国家宝藏中扮演的文成公主大器端庄 眉心的花垫和华丽的发誓相得益彰 俨然就是盛世大唐的真实写照 惊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毛小彤也是一位实力女神 她曾凭借甄环传中英贵人一角圈粉无数 但近期在央视镜头下的普装扮相 又凭借颜值出圈了 美眼含情头戴珠拆的清纯美人 让人见之忘俗 不少网友说小说中的端庄秀丽的高格千金 从此有了脸屁 这样的美人谁看了能不心动呢